為了世界魔術大會來到韓國 在首爾的四天已經跳了時差 這是第二次到韓國旅遊 上次來也是因為魔術 那是四年前的Pheasant Asia Pheasant 就像是魔術界的奧運 每三年舉辦一次 世界各地的魔術師及魔術愛好者 三年一次在世界的某個城市聚集 我常常會感覺到這個城市 就是三年一次地球上魔力最集中的地方 比起前幾次參加Pheasant對於魔術的期待 反倒有種回家見老朋友的感覺 肚子餓就無法思考 甜飽肚子永遠是最重要的 神仙雪濃湯好吃 這次嘗試了韓國計程車 司機不像日本計程車司機一樣有禮貌 當然不會幫你拿行李 甚至後車廂 因為瓦斯車的設備關係 只能放個大行李箱 剩下都要塞後座 蛤 從首爾前往釜山 最快的方式 就是搭乘KTX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施速列車 有動客 第二次降臨 踢得極端 在時間做好 藉手 一 二 二 坐公車前往海雲台下塔的飯店 途中經過接下來幾天的據點 舉辦VizanFexco 團長田傑爾也到釜山了 他問我們要不要去漢澤木 雖然不老秘密的小風村很吸引人 我們還是決定前往遠方的樂天超市大買 為這幾天的戰鬥力儲備糧食 啊 沒開 肚子餓便了 在附近的阿婆店吃了魚片面 飯捲跟辣魷魚 回飯店繼續吃宵夜 配著在韓國才迷上的三裸熊 期待明天即將上場Vizan魔術大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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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